接下來我們要透過跨海連線 邀請到人在北京的台灣人 劉哲良先生 來跟我們分享 北京當地目前的氣氛如何 劉先生您好 您好 您好 是劉先生可不可以請跟我們分享 目前我們看到白紙革命 在中國可以說是遍地開花 但目前北京的封控措施 包括哪些呢 最近有沒有明顯的收緊幾項 現在其實從上週開始 其實北京會有感受到 比較嚴格的一個封控措施 那基本上因為其實從上週開始 北京的疫情 他現在爆發的案例數 其實算是比較大幅度的成長 大概差不多每天大概三四百萬 三四百人 三四百人 那所以說基本上現在 其實還是動態清零政策 所以他現在針對每一個住宅樓 還有辦公樓 基本上都是採取 只要這個樓裡面有出現陽性的案例 他就會進行封控 就會把整棟樓 甚至是整個住宅樓把他封起來 那基本上其實現在的感覺 其實有點像是今年的五月 就是大概是五一長假那時候的封控的感覺 對是跟之前比起來是比較嚴格的狀態 是所以從上個禮拜開始慢慢變嚴格的嘛對不對 對 那您最近因為有白紙革命的關係 在網路管制方面你有沒有覺得現在抗議影片是越來越難看到了呢 尤其翻牆上會不會也變得比較嚴格呢 其實因為我們自己是用翻牆軟體 所以說其實在如果看YouTube的話 基本上其實都還是看得到 但是如果是當地的話用微博還是微信 基本上其實這些大陸叫視頻 其實就是影片 這些可能是抗議的影片 基本上其實都算是比較有效性 我可能今天在朋友圈 好不容易看到 可是可能到明天就忽然被和洩掉 那所以他其實就是有機會看到看到 但是基本上如果是以這邊大陸的一個同事 他們其實基本上反而是比較不會有人去主動去傳閱這些訊息 所以如果是跟他們聊的話 他們其實比較嫌少會知道這方面的消息